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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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個 我最近跟一位 東北婆婆學會做的食譜 它就是 葱油餅 葱油餅 節目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 記得按訂閱我 Like這個影片 記得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的支持 大家都看到 我是用餃子皮的麵粉 去做這個葱油餅 因為東北婆婆 就跟我說 用餃子皮的麵粉 做葱油餅 做出來的葱油餅就會 嚼勁點 又要咬 今天我會做兩個葱油餅 一杯麵粉 份量已經可以做兩個 倒入一個大碗 之後 就要開始把麵粉 推一個小洞 出來 好像火山一樣 然後 預先準備好的熱水 先把火山口倒進去 記得要少少少少少倒 不可以一次過倒很多 倒進去之後 手要慢慢攪拌麵粉 攪拌的技巧 將外面的麵粉 向裏面攪拌 將濕水的麵粉 沾滿 旁邊沒有水分的麵粉 然後 再 在外圍邊 再加一層熱水 然後 再把其他麵粉 一邊攪拌 在外圍邊 再加熱水 慢慢把所有有水分 有黏性的麵粉 將沒有黏性的麵粉 全部黏在一起 慢慢把所有有黏性的麵粉 黏在一起 和其他麵粉 都黏在一起 都黏得很均勻 的時候 就可以開始下手了 搓拌的時候 也是把麵粉 揉起一塊 捏一下捏一下 這樣 要缺就是 把麵團一邊搓的時候 一邊黏在碗旁邊的粉 碗乾乾淨淨 麵團不黏手的話 麵團就是完美 萬一麵團很黏手的話 就是證明你剛才下水太多 這時候就要加麵粉 煮乾一點 拆好後 蓋上蓋子 醒麵大約20-30分鐘 與此同時 我們先準備好蔥花 蔥花的份量都是按照個人喜好 我喜歡吃多點蔥 我會放多點 好了,醒麵完成了 現在可以開始拆餅了 首先先在砧板上灑少少乾的麵粉 把麵團放在麵粉上面 之後就開始由中間慢慢向外推出去 一邊拆一邊轉圈 將它拆大 如果覺得麵團有點黏手的時候 就把它反轉 黏下乾淨粉 這樣就不會黏手了 把麵團推到均勻後 就可以開始用麵棍去滾它 因為我的砧板比較小 所以把它分開一半 才開始滾它 這樣滾它的時候 記得也是 慢慢慢慢一邊滾一邊把它轉圈 保持它是一個圓形的狀態 其實如果大家也有做開麵包、西餅、糕點 有做開烘焙的 都很明白現在這個步驟在做什麼 只是新手的我就有點惹怒 當你滾到薄餅 又薄又均勻的時候 就可以灑點鹽在表面 灑完之後 用一個棍子在麵餅上面滾涼 接著就開始塗少許油 千萬不要加太多 然後將油掃勻 然後把四邊的麵餅 然後把四邊的麵餅 把四邊的麵餅 四邊的麵餅 四邊的麵餅 到處都拌勻 等我再補多一點少許油 等我再補多一點少許油 把麵餅放少許油 好 餅有點凌凌的 就OK了 可以放蔥花 好 把麵餅放少許麵餅放少許麵餅 油放少許麵餅 然後在下面慢慢捲上去 一定要很貼 很貼 不可以有洞 把頭尾的部分夾住 然後在中間開始 扭毛巾地扭去兩邊 因為我也是第三次做蔥油餅 所以做得不太好 希望大家不要見怪 如果看到餅不太黏 可以加少許麵粉 它就會有多點黏性 好了 靚靚仔仔之後 就可以捲起來了 捲起來的時候 就是頭尾兩邊捲完之後 上下搭著它 OK 我們現在可以開始煎了 下餅之前 記得要把餅壓一下 才可以放進鍋裡煎 煎至差不多 就可以蓋上蓋了 等它焗一會兒 煎至差不多的時候 你可以開蓋 反轉它 兩邊煎至金黃色 這樣就可以吃得了 煎至金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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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酷 麵包 我可以吃一口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記得訂閱、讚、留言和分享出去 真的非常需要大家的支持 謝謝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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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